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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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高雄文化中心除了歌子之外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之前有一个好大的讲公同像 不过因为前几年的去讲话运动 让各地的讲公同像 有的都被拔除放置在词湖 而说到讲公呢 就会想到他在中国大陆 还有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发展的情况里面 他是关键人物 目前两岸的情势问题久而未解 在文字的使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大陆呢使用的字体是简体中文 而在台湾使用的官方字体是繁体中文 在英文里面要如何区别这两种呢? Traditional Chinese Traditional就是传统的 Traditional Chinese就是 繁体中文是我们在图上左边看到的 I usually choose traditional Chinese to be the language for the login window I usually choose 我通常会选择 叫做 Choose Traditional Chinese 繁体中文 to be the language 作为一个语言 什么样的语言呢? for the login window 登入视窗的语言 我们在这张电脑软体或者是游戏的时候呢 都会有预设语言的选择 所以呢我们常常呢 如果不是英文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改成繁体中文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 在图上这个女生呢 她用她的经验 一步一步教导她旁边这个男生 要怎么样呢来做软体里面语言的选择 她说 I usually choose traditional Chinese to be the language for the login window 我通常呢会选择 繁体中文作为我登入视窗的语言 所以我们看到图上这个女生 在教男生的时候呢 用她自己的经验来跟她分享 在选择语言的时候呢 要用繁体中文 她也建议这个男生 应该要用自己熟悉的语言 traditional Chinese 那这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繁体中文叫traditional Chinese 那相对的简体中文就叫做 simplified Chinese 而simplified就是简化的 所以相较于traditional Chinese 中国政府呢 在1950年代推广的simplified Chinese 现在也有很大量的使用跟学习者 最后来介绍繁衍的英文 要怎么说呢 reproduce 再生产 也有繁衍的意思 these plants can reproduce sexually and asexually these plants 这些植物 can是可以 reproduce是繁衍 secially就是跟性 有相关的 asecially是无性的 these plants can reproduce secially and asecially 这些植物可以有性生殖 也可以无性生殖 讲到繁衍 就会讲到性 所以我们知道sexual这个字呢 就是跟性有关的 因为里面有sex在里面 而asexual 在sexual前面加上一个 a 就是指无性的 像是有一种人呢 叫做无性恋 也就是在感情中呢 没有任何跟性有关系的元素 也就是所谓 没有性欲的人 也叫asexuals 而在生物的领域呢 植物的繁衍也可以分成 有性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跟无性生殖 asexual reproduction 所谓sexual reproduction 生物课来了哦 就是透过花粉传播之后呢 在受精之后呢 会有种子跟果实 而asexual reproduction 无性生殖呢 就是像蕨类 是透过孢子 或者是根精类植物呢 是马铃薯和地瓜 长出新芽 在图上呢 我们看到的是 是兼有两种生殖方式的植物 像是图上的玫瑰 还有万年青 它们除了透过种子的 sexual reproduction 也可以呢 剪下它们的枝条 插在图里面 做asexual reproduction 所以这边说 these plants can reproduce sexually under asexually 今天我们介绍了一系列 跟凡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赶快来回顾一下 hustle and bustle 就是形容城市里面的喧闹 还有繁华 西来人网 图上女生讨论到纽约 其中一个人就说啦 我真的很喜欢纽约西来人网 很繁华的感觉 I enjoy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New York in great numbers 就是数量非常的繁多 高雄文化中心有个特色 就是有非常多的鸽子 traditional chinese 是我们说的繁体中文 台湾还有香港使用的是 traditional chinese 而在中国大陆使用的是 simplified chinese reproduce有繁衍的意思 我们介绍了 有有性生殖sexual reproduction 跟无性生殖asexual reproduction 图上的植物呢 两种都可以 今天很开心 跟大家认识了一系列 跟凡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自在生活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by bwd6